元件的對齊 也就是元件的高度和它的寬度 那基本上來講呢 元件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使用一個元件 來看它的一些設定的部分 那這時候呢 我再宣告一個Button 那在這個Button的部分呢 那我會去呢 把它做一些設定 剛開始呢 我們都會知道就是說 我們都是使用到 RapContent或者是MatchPlanet 在元件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可以自己去把它做 什麼一個自定義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同學其實可以針對 這個數值的設定 好 假設呢 我可能把它設定了100DP 高度呢 再把它做一個調整 好 那高度呢 我把它設成什麼 50DP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的寬度 還有它的什麼高度的部分 就通通都有讓我們進行到設定了 那我先把它Wit拿掉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呢 它的設定呢 就會是100跟50 好 那同樣的 如果說呢 你想要把它設定寬一點 所以呢 你可以100、500 可是呢 其實基本上來講呢 你必須就是要算一下 你自己的版面的寬高度 所以在寬高度的部分 我們除了使用 Rap Content 還有Match Print之外呢 大家都應該要知道就是說 原件呢 你也可以去個別設定它的寬高度 那是利用它現有的一個單位 來去做一些設定 Pending 然後呢 只有10DP 那你可以看到 那或者是呢 我們把它設定呢 Pending 然後呢 Left Pending Left 然後10DP 這個時候呢 你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呢 它已經被做了一個配置了 你可以看清楚 這個上面這邊呢 它其實已經有什麼 已經有配置了 就是PendingLeft 那我們可以呢把它Run起來 然後呢 在手機上面看一下 那所以其實同學可以知道就是說呢 在這個部分的一個設定呢 就是說它是針對元件給相關的設定 好 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說 Pending是指裡面的這個元素 和它的元件的一個距離的設定 在這個Market的部分呢 它就是很明顯的是 跟Layout之間的一個距離設定 這個就是元件的高度 和它的寬度的一個設定